很少有人知道的1996年台海危机真相,数十万大军准备解放台。 台湾是祖国领土中版图中重要的一部分,但是台湾的命运却十分坎坷。三国时期,吴王孙权派大将为温到台湾进行生产活动,这是对台湾最早的开发,在此后的历朝历代,都很重视对台湾的管辖。 西方大航海时期,荷兰殖民者曾经占领过台湾,但是很快被郑成功打败。 康熙第十期,康熙派师郎统领海军收复了台湾。 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战败,将台湾割让给日本,台湾军民虽然进行了英勇抵抗,但是台湾仍然被日军殖民。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,台湾重新回归祖国。 解放战争末期,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残军溃逃到台湾,当时三爷已经在东南沿海集结了几十万大军进行登岛作战训练, 但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进程,致使解放台湾的战役被进一步搁置。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,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彻底破裂,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, 当时中国的海空军实力微弱,无力抵挡驻美军强大的海空军,就没有离开解放台湾。 上世纪九十年代,蒋经国先生突然离世之后,以李登辉为首的一部分人执掌台湾大权,致使台海风云再起。 1996年,解放军几十万大军云及台海前线,准备武力解放台湾,但是却在最后时刻出现了叛徒。 刘连坤少将是当时军械部部长,早几年就被台湾军情部门策反,在台海危机期间,刘连坤将大量的军事情报泄露给敌方。 刘广志是当时的空军现役少将,在当时也将大量有关空军的情报泄露给对方,死二人后来被执行死刑。 但是由于叛徒的泄密,演习的规模也不得不缩减为一个失。 她85岁仍有幸生活。 身材像20岁少女,和20岁鲜肉拍性感写真,有人说她是青春永驻的吸血鬼。 有多少女人想要长生不老术,举起手来让卡妞叔叔变老真的有那么可怕吗?白发,皱纹真的那么令人抗拒吗? 卡妞没有让你长生不老的神力但卡妞,可以告诉你女人如何能够优雅从容的老去。 卡门戴尔奥利菲 24张完美时机的超爆笑照片 妹子你屁股出来那是 看到第五章基本就会让你笑到嘴巴抽筋。 拍照的时候摄影师们都渴望能够捕捉到那最完美的一瞬间,但有时候不经意地按下快门,却又能拍出超爆笑的错位照,那绝对是值得收藏一辈子的,因为很多时候是可遇不可求,既然都被记录下来了,那就好好留住吧。 1.18.同学们挤挤一旁。你摘逃来。我踩叫。 同学们挤挤一旁。你摘逃来。我踩叫。 2018年4月7日。曼谷六日综合店,面子书一段视频,显示一名中学女生,斗胆在众目睽睽之下,拉开男同学裤子抓小鸟,耳后,男同学也不甘示弱,来个摘逃大战,男的还反。 印度街头惊现大蟒蛇。场景吓坏了所有路人。 汽车见状也即刻闪避。 印度街头惊现大蟒蛇。场景吓坏了所有路人。 汽车见状也即刻闪避。 班加罗尔是印度第三大城市,位于印度南部。 也是印度的重工业中心。 但是班加罗尔的城市基础设施仍旧是市民的心头之忧。 路面建设问题仍待解决,大街。 孩子越长越向前夫,丈夫怀疑暴打妻子,鉴定结果却让全家傻了眼。 孩子越长越向前夫,丈夫怀疑暴打妻子,鉴定结果却让全家傻了眼。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? 在我看来是尊重和相信。 你们认为呢? 如果夫妻之间。 夫妻之间,中国人形勇气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